橡皮筋会唱歌 纸杯 棉签 皮筋 把棉签折断 在纸杯底部中间戳一个小孔 把皮筋戳进小孔里 用手拉出被戳进 小孔里的橡皮筋 把木棒用橡皮筋固定在纸杯底部 把橡皮筋拉成不同的长度 拨动橡皮筋 声音会从纸杯里传出 实验原理 声音是由振动产生的 声音的尖锐与低沉 与振动频率有关 频率越高 声音越尖锐 反之就越低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